在左派媒体集体宣布拜登胜选后 拜登阵营也自行宣布在大选中获胜 不过掌管总统交接资源的联邦总务署至今并不承认 在11月20日的白宫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 是否总务署受到了来自白宫的压力 有记者在现场招呼口号 要求白宫与拜登团队交接 麦陈纳尼用自己的方式回应了左派记者的不当行为 麦陈纳尼再次重申了川普的要求 新唐人记者李澜综合报道